东盟日本社会人队选手将是明年亚运日本队主力 记者罗志鹏社 记者罗志鹏台中报道 东盟日本社会人队展现强大战力 令国内球迷印象深刻 明年亚运日本将以这批球员为骨干组队 届时将是台湾队强劲对手 也让外界好奇 目前日本社会人队发展状况为何 目前日本社会人球队有70队左右 规定大学毕业生达满两年具选秀资格 若是高中毕业加入社会人球队 必须满三年才能参加职棒选秀 日本社会人队总教练是紧张夫说 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我并不清楚 不过选手先到社会人球队抹链量 三年这段期间前不是最重要的 成长和经验才宝贵 等到球技更成熟 以后挑战职棒打出成绩可以赚更多钱 东盟日本社会人队总教练是紧张夫 又记者罗志彭社 台湾职棒球员退役可以到业余城市队打球 日本社会人球队的状况为何 实情解释 过去日本职棒和棒鞋关系紧张 退役职棒选手是不能到社会人球队打球的 后来双方破冰 这几年有越来越多退役职棒选手到社会人球队打球 当教练 不过职棒比业余赚得多 所以退下来这段历程很辛苦 都市队抗赛和日本选手全是每年日本社会人球队两大赛事 加上其他大小赛事 平均每队每年打三 零至四十场 平日早上球员到母企业上班 下午练球 若冬天或非球技就不练球 实情表示 除了社会人球队之间对战 平常也会和日本独立联盟 日职二三军球队交流比赛 借由交手来了解社会人球队本身实力 另外 施景认为 东盟能让职业业与球员交流备战 这是很好的机会 东盟日本社会人队前后来了四十名选手 是明年亚运日本队主力中职联队总教练林郑贤认为 社会人队实力坚强 特别是投手战力 包括哭成和评委 魁太 另外有两名左投球速可以飙到快一百五十公里 他们的实力不会输职业选手 明年亚运台湾对上日本真的不好打 东盟 日本社会人队投手哭成 林郑贤认为他是一名很好的投手 记者罗志彭射 日本社会人队阵中有不少侧投或下钩球投手 记者罗志彭射 除了投手战力速度也是日本社会人队一大优势 记者罗志彭射 东盟日本社会人队打者也发挥得不错 记者罗志彭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